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只有我们你看看英国的通膨真的是吓死人了 英国现在因为前阵子我看到因为他们不是特拉斯现在下来了 然后就是说他们这个整个通膨的状况 包括英国人现在在采买东西都要斤斤计较 都要算得很清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说台湾是不是台湾现在物价也是涨翻了 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的抗通膨 抗通膨最重要还有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不是执政单位 我们没有办法去在政策上做些什么 但我们只能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那可能就是你要多一些理财的方法 理财开源截流两个就是最常讲的 一个截流一个开源 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开源 再次的邀请到理财专栏作家A大来跟我们聊一聊 欢迎A大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 最近台湾的股市也是非常的可怕 很多人都惨兮兮 要不要聊一下你自己的状况如何 我就跟着一起下去 就跟大家一起共患难 跟着一起上下 上下共患难 所以你自己的观察 我们先讲一下最近的股市 台湾的股市 你自己的观察 最近的股市 当然跟升息有相当大的关系 因为就是 我们台美的存款利差就会有差 那会造成资金的移动 这样子 这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对 那再来就是 因为通膨它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央行对抗的时候 所以就是 调升那个存款利率这样 那存款利率的调升 就会带动我们房贷利率的提升 因为我们房贷的那个贷款利率 它是属于浮动的 就是所谓的指数型利率 那会跟着我们那个邮局两年期定存的 那个定存利率跟着调整这样子 因为它大多数基准都是跟邮局定存 那个两年的有关 这样子 所以说 目前大家会感到压力的就是 它只要每升息那个 一码 我们大概房贷月角 就是每一千万的话 会多一千两百多块的那个 本息固定摊的金 就是每升息一码 你一个月大概就要多一千二这样子 是以一千万来计 如果你是五百万的话 那就是多六百 对是这样子 所以看似很微小 可是其实对我们压力有点大 因为其实蛮大的啊 因为这个也涨 那个也涨 但是就薪水不涨 物价最近 你最近物价涨有感吗 我觉得我有感耶 有很有感 大家有没有最近有没有觉得 什么价 什么东西你去买的时候 你觉得天哪 怎么涨成这样的 我跟你讲喔 我最近啊 我最近啊 碰到一件事情非常有感 我跟大家讲 因为如果今天这个店家是你常去的 然后呢你又是 他可能涨价的幅度不是很高 就是慢慢涨个五块啊 五块五块 五块十块这样子 对就是说如果他是一百多块的东西 五块十块你可能不会印象很深这样 但是这个地方如果是你没有每天都去 没有常常去偶尔去一次的话 你可能就非常有感 像我前一阵子我去前两个礼拜 我去了一间咖啡厅 这间咖啡厅我过去很常去 但是这一年确实这一年比较少 因为我这一年就很少在外面买咖啡 我都自己泡咖啡嘛 省钱省钱这样 然后呢那天我就去 结果呢他就拿了就是拿了那个menu给我嘛 然后我就点了一个套餐 点了一个套餐 点了一个好一百八十块的套餐 那个套餐可能就是一份早午餐 早午餐 它也不是早午餐 大概一个咖啡 大概一个咸派吧 然后一点沙拉 然后搭一杯咖啡这样子一百八十块 还是一百八十五 好 就后来喔 那个我就说好我要这个 然后我就拿了两百块 两张两百的钞票出来 然后他就跟我说好 那这样的话是两百四十五 然后我就说两百四十五 我说不是一百八十五吗 然后他说没有啊 他说你点什么 然后我就拿那个menu拿来看 那他看了之后他自己就愣了一下 诶是耶 可是我打 因为他们打那个收银是直接按那个 按这个套餐 A B C D E 对不对 这样按下去他就会跳出那个价钱 他说可是我这边是两百四十五 后来他就问了一下旁边的同事 他同事看来就说 你拿错菜单了啦 这个是去 这个是去年底的 今年就是 这是去年的 就是一年前的菜单 对 那所以呢他就赶快给我另外一个 新的 这个才是新的菜单 上面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 可是价钱都不一样 就不一样 可是我要讲的就是 再去 就是一年前 一年不到喔 他这个餐是从一百八十五调到两百四十五 六十块 对 这样是涨多少 六十块 你从一百八十 对六十 那就是涨三 三十三 三十三 对 涨三十三 你知道我那天超有感的 傻眼 扔在那边 好我们等一下回来聊一下物价涨你什么最有感 欢迎大家在YouTube上留言 等一下继续跟A大聊天 今天的理财专栏作家A大在这里跟我们聊聊如何对抗通膨 那当然开圆截流你先要开圆啦 因为截流 那没有啦很多人说要先要截流 可是你会发现你就是也截不了多少 对 你每个月就是有这么多支出 难道你说你饭不吃 然后这个这个全部靠走路吗 也不行 不太可以 对所以开圆 那刚刚我们就很多朋友在讲 到底这个物价涨什么最有感 大家好像都觉得蛋 荷包蛋现在一颗十五块起跳 然后还有便当都是随随便便一百起跳 臭豆腐一盒七十五真的 臭豆腐真的一盒七十五 我吃的面线啊 一碗大碗都要八十了 这也是阿中面线那种吗 我不是阿中 但我们家那个也是 那附近那个面线也是 大肠鹅阿米爪 大肠鹅阿米爪 但是他也是有得奖过的 现在一个大的要八十块 然后还有一枚鸡蛋布丁三十八变四十九 我的小确幸没了 很多人都在讲 还有人说Costco的沙拉也是 现在以前都三百以下 现在都快要四百了 每个东西都涨快一百 一整车就涨一到两千 没错没错真的是这样 然后呢这个 他说前天帮婆婆买棒棒腿便当 竟然要一百一十块 去年买是八十五 现在一口气涨了这个二十五块 一百一 一百一 二十五八十五差不多啊 比我刚刚说的还便宜啊 我刚那个涨三十三趴 你这个大概是差不多也是四分之四分之 不到四分之一 不到四分之一 快二十趴左右 快二十趴左右 所以大家就说那到底要怎么办呢 投资也要有资金啊 对不对 实际物品来比较涨幅的话 我们现在平均支出多少 你自己有没有算过 那因为你自己都会记账嘛 对 但是 因为我的餐备就是一个code 就是变成吃比较少 比如说 因为我们一个月要至少要吃九十餐嘛 对 三十天一天吃三餐至少九十餐 我是超过 然后 我就是抓一个code 我变成说我可以买的东西会变少 然后再来就是 我都会去真的会去计较一下说 那个哪边吃比较便宜 比如说同样一碗过是外面 因为我去商店A 买大概是八十 但是我知道有一家老店 那可能他只要七十块钱就好 因为他不用电租 就是他那个店面是已经是自己的 其实就会有差 对就是同样类似的东西 比如说有肉有虾有蛋有菜 你就会稍微去比较一下 对对对 可是说真的就是 省实在是也不知道能够省多少啦 对 你有算过你如果这个过得比较节省 像你这种省法能省多少 大概一千块而已 讲实话真的是不多 而且我们因为房贷升息的关系 所以又会被吃掉了 就是没有省到 对就是说你省一千块 然后这一千块可能就是拿去 如果有一千万的房贷 你可能就是要多一千块的房贷 对对对对 就是挖东墙补西墙 对类似这样子 所以这当然是蛮辛苦 可是也有人说 那我就没有钱我要怎么投资 没有钱怎么投资 如果是真的已经 算是 完全没有扣打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去做一下 那个财务检视 就是自己做就可以 我在粉丝专业上面有放一个 总表 就是 像这样子的一个表 就可以你重新去检视它 因为你人生阶段会改变 这个YouTube上看不出来 但因为它太细项了 大家可以去脸书 A大的理财经率 看一下A大有在这边放一个 经济独立财务自主的检视 是一个手写的表格 对就是让你自己手写 就是你要每 我们我的理财法 叫做3.1理财法 那我就是把 那个我们的生活支出分成10大雷 其中一类是储蓄 储蓄就是把钱留给未来的自己 所以它算支出 那再来就是你的居住总支出 然后生活支出 那生活支出裡面有 比较主要的三项就是 你的那个吃饭交通跟手机 那其实就是吃饭会浮动 对 所以说再来就是税金跟保险 那你这些全部都去把它 重新整理过一遍之后 那你就可以就是 再算算说你可支配于也算多少 如果真的没有钱了 那 那你原本的定期定的可能真的要 需要暂时停扣一下 对 因为你必须 必须先把生活过好 对 你才有余儿去投资 然后呢 嗯 你如果真的很想买 你可以去把你的股票 现在的股票 然后打电话问营业 它叫不限用途借款 嗯 就是把你的股票拿去做支押 然后呢 把资金借出来 但是这个只能做短线的波段 就是赚了一波 你可能就要先把钱还回去 嗯 对就是把你借的本金 还有一点点利息换回去 之后把赚的钱拿出来 看是要做投资运用 还是去补我们生活 生活中缺的那一块 对 因为现在就是 因为真的跌了大概 有33%以后 平均来讲 平均跌幅大概有33% 嗯 对所以 在这个时间点 你去做进场的动作 其实 嗯 也不能保证说 你现在进场就能马上赚钱 但是会买在相对便宜的阶段 所以你最近呢 有做布局吗 有啊 因为我这次来 我就有特别准备 就是你要 那布局的时候你有什么可以参考 那我们有一个十年线的那个参考 我是以那个 富邦五十当成举例 然后我有把它放在粉专 就是它的那个操作步骤 你要怎么看十年线的那个价格 嗯 就是我 我是用星光证券的 因为星光证券它有个特别的点 就是说 啊 它的手续费是不用去跟音乐园 它就给你二八折 嗯 对然后你进去里面软体的话 我有写八个步骤 嗯 就是去去找出那个十年线的那个 移动平均线怎么看 啊它就有十年线的价格 嗯 对是这样子 这个是讯号 就是你可以参考讯号 只是买在十年线以下的价格 通常要亏到钱的几率真的不会太高 不会超过10% 也就是说你赚钱的机会 可以拉到八十八九成这样子 哦 对以长期持有 以长期持有来谈这样子 嗯 那所以呃 比如说你今天有准备一些东西 跟大家来聊嘛 对不对 对对我稍微讲 因为最近一定大家都在讲就是 呃 要不要退场 哦对 要不要进场 对对就很两难 对啊 就因为已经脚麻了 没有跑 你现在要跑干嘛 对就你前面如果没有跑的话 我马上要不要跑 对 然后那那又再加上看到很多都这么低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进去捡一些 然后才有机会去补我 我另外一边赔掉的 对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当然就是 很多人说钱不够嘛 对 但钱不够的话你可能 我是不是就应该要卖掉 我手上现在应该已经亏的 嗯 我不然我根本没有钱啊 我现在就是完全没有钱 那我就卡在卡死在里面 我套牢在里面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认赔杀出 我才有钱再去捡便宜的 让它涨上去 不然的话那边可能继续跌 或是那边要再回到 假设跌破10年线的 它要再涨回来要多久 对不对 比如说像台积电 大家就在说台积电要涨回原本 比如说假设680 你要多少 要多久 就接近100%啊 对啊 要多久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把我手上 现在可能我是500多块买的 台积电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把它卖掉 然后拿去 拿去再买台积电吗 没有不用这样子 要不要去买别的或什么 很多人都在问嘛 这个还要看 你手上持股是什么 其实 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 就是说 你原本如果就有做股债配置的 所谓股债配置就是 股票型的基金 然后跟类似债券型的基金 然后你把债券的卖掉 去做债平衡 就是低波动的 或者是低 所谓低风险 但是低风险股票真的不多 但是低波动的像中华电 如果你是持有中华电 那你可以把中华电 抛掉一些 然后去买进类似0050 或者是其他的股票 它是有点类似做 那个balance 再平衡动作 对 这样子 所以你的建议 比如说大家问要不要退场 要不要进场 你会怎么跟他们说 如果你手上有资金 当然现在就可以开始进 那进的方式 你可以分批进 手动的话 你如果是手动买进的话 就分批 如果你是懒惰型的 那你就定期定额 让它多扣一点 反而是在这个时间点 你只要有闲钱 你就可以让它多扣 甚至说 原本你是一个月扣一次 那你可以改成扣三次 也是可以 那比较经典的做法 当然还是以定期定额为主 就是你每一次 都让它扣相同的金额这样子 对 这是你有资金的状况 没有资金的 没有资金要去做清点资产 对 就是比如说 你的股票里面 那有 当然会细分台股跟美股 那 我们先谈台股的部分 如果你台股里面 有个股 然后有一些是可以 打算要放很久很久 然后要 比如说要领纪念品 那你就干脆把它拿去做 那个不限用途借款 就你刚刚说的 对 但是这个每个券商 它的规范不一样 就是 大多数都是个股可以做 那 某些券商它是ETF也可以 对 像鲜光证券 我是指鲜光证券 不是那个原付 因为他们都是跟鲜光有关系 但是鲜光证券它 像00878就可以借 然后005 006 008 0069 这个ETF都可以借 但是 我记得涌风证券有些好像就不写 并不是每一档ETF都能借钱 那个股大多数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清点资产 然后跟你的音乐人咨询 对 虽然有的亏很多 可是你里面还是有资产 所以他就可以拿去做所谓的 质押或者是不限用途借款 对 因为质押它的金额会比较大 那你就会有一笔资金可以出来活用 那 再来还有一种方式是 你去看你的保单 你有沒有受嫌保单 那个保单也是可以做借款 但是这些都是属于那种借贷投资 对 就是你完全都没有资金的话 那你要考虑的就是做借贷 那 借贷就是两种方式 一种 甚至说你 都没有信贷的人 你可以考虑一下 对 但是这个是真的有风险 这我们都是 我自己个人都是不建议的 但是 确实有人说 那我都没有钱 然后在这波投资 我是不是应该要来做一些什么 但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风险相当高的操作 对 这算风险相当高 而且如果你以前都没有这样做 就代表你其实一直以来 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特别的认真 或是特别的用心的话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不是对你来说是 风险又比 有在 平常就有在了解跟操作人风险更大 这个也是必须要思考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追求稳健的话 当然就是回到理财 你先把钱挤出来 确定你 你是 有多余的钱可以去持续做定期定 甚至是 还有那个 比如说原本三千 你可以拉高到五千的话 那我就会建议这样子做 对 好 所以应该还是要清点原本的资产 你清点资产 那我觉得借贷这件事情 我自己是不建议了 那当然A大讲的是 对于某些人来说 也许他是有这样子的 他有这样的经验 或是他有这样的操作 对 可是我个人觉得 还是不要不要好 我自己 我们还是要一再的提醒 这个风险真的很高 这个是不好 对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来看 那有些人就说 那我要不要退了 我要不要就是 抛了 抛掉 抛掉的话 要看你是什么类的股票 如果你是买0050 或00608 就不用 不用 你就继续放着 对 就继续扣款就好 对 那他如果是单笔呢 他是一张一张的啊 各股 各股的话 那 这个真的要看一下 他的股性就是了 因为 我们没有办法全面检视 那如果说你是持有金融股 我是 我个人的看法是 金融股 你可以就是 一样持续扣款就好 对 因为其实 大家上次有讲 他跟大家建议的 因为他自己以前也是小资出来的 所以他其实比较建议的就是 用定期定额去扣 那现在也是一样 对 你在低点的时候 你反而不要停扣 低点的时候停扣其实是 会很吃亏 对吃亏 因为你前面的高 高成本 你都已经一直在扣了 对不对 因为会想要停扣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说你 投资的亏损造成你的焦虑会变成说 当你害怕亏损的时候 你就会 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聊 今天礼拜一的办公室同乐会 我们的主题是 对抗通膨 从零开始打造理财大楼 在现场的是理财专栏作家 英一下 A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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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CD performed 很多人就是因为他的钱都在股市里面 对都卡死都卡死了 就没有现金 但是在低点其实不去进场 其实是其实又是蛮可惜的 如果他一直都在做股票 所以他说实在太多人问 所以当然就会有一些 必须要给他一些建议 对但是要风险拉出来 对风险就是变高 因为虽然他不是你直接去银行借一笔钱 就是你去银行借一笔钱 你是没有本 你不是拿一个东西去跟他换钱 对不对 你是直接跟他借钱 这种东西我们是绝对不建议的 我啦我个人是绝对不建议这件事情 像你说直接信贷 我就不建议 这个其实不建议 但是证券质押它的意义 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另外像刚刚说 我就讲我还有人是会拿房子去抵押 那我就觉得只要是脱离同一个市场 你拿另外一个 比如说你拿房地产市场房产去来做这个 就是做质押变现这样 抵押变现 对我也觉得很恐怖 因为他是不同市场的交换 但是如果是证券质押 他本来就是在 他本来就是你的股票 对 你只是把你的股票现在 押给券商 然后我先把这个钱拿出来做其他的投资 我在低点的时候去买 不然我永远回不去高点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他的理解 我的理解就刚刚A大讲这个东西 跟借钱跟拿房子去抵押是不一样的 虽然本质很像 但是他的内容是不一样 不一样 那没关系 这个都是给就是觉得说 我需要再做一些什么的人参考 那刚刚我们还是回来讲 因为A大刚刚有说 就是说到底我现在要 如果我要进场的话 我怎么看 怎么选股 那你刚刚其实有讲几个点 对不对 一个是十年线 对就是你要知道说 十年线在什么位置底下去买的风险比较低 他不可能说零风险 但是你可以风险把它压到将近 比如说低于20% 对那还有什么 那再来就是一个景气的灯号 我们现在是黄蓝灯 就是原本从红灯 有没有 就是红灯就非常热 然后一直下滑到 那个黄蓝灯 那根据这个有点参考 过去的经历就是说买在那个 从黄蓝灯这边开始买的话 你要亏到钱的几率会相对低很多 哦警惕灯号这个 我以前跑财经 我二十几年前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飞铁电台的第一条线 我在飞铁电台当记者 第一条线跑的就是财经 然后每个月都会去经键会 这个嘛 看灯号 可是那时候因为你知道 真的22岁而已 我每次会在想 这个灯号到底谁在看 而且我觉得那个灯号都落后啊 但是不会差太多 最多差一个月而已 警惕灯号 我觉得它都是一个落后指标 你知道我每个月都在报警惕灯号 我就觉得这些东西 到底到底有没有参考的价值 有啦有啦 它真的有参考的价值 只是说 因为它是统整出来之后 才发布那个灯号 对所以它是落后 那落后一个月我觉得还好啦 不要那么苛求 因为它不是即时数据 是啦它没有办法即时 对 你的即时就真的只能看每天的股市 对对对对 好然后再来呢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参考 因为有人他会去看那个 股价跟那个禁止的关系 那如果说股价低于禁止的话 也是 当然可以减啊 可以减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要去哪里看 股价禁止要去那个证交所 他你去打那个股价 然后空格禁止 然后再空格证交所 它就会修一个表格出来 你就可以 它就修一个表格 就是现在目前股价低于禁止的所有的 还是说 它把所有的那个 个股还有资讯全部都会出来 对 好所以这个也可以 好那所以刚刚我们聊了一些 跟股票相关的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整理资产 做资产整理这是蛮好的 那以涨幅来说 很多人就在讲到底什么东西 物价涨了多 那其实现在物价 物价涨这个东西是 大家都一定有一定有感的啦 尤其都是名声用品 对不对 这个都一定有 但是就有人问说 那房贷升息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到底还能做些什么 因为刚刚我们讨论到一件事情 就是有人说呢 有闲钱才能投资 对 但这个其实 这个闲钱的定义喔 它又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它有一个通用的范例 就是说比如说你可以放5年以上的闲钱 那认真来讲才真的算闲钱 因为一个景气循环的半周期 小景气循环半周期是7 3.501 小的景气循环短一点就是7年 那长的话它会到15-16年 那半周期就是一半 就一半嘛 那7年的一半就至少3.5 那有的时候你很 就是所谓那种人家在讲的那种 投资的地狱倒霉鬼嘛 它就会买在那个 刚要下跌的那一段 我觉得我是欸 那你要再熬上去的时候可能就要5年 是这个原因 就是小 就是说你还是前前后后要抓一下啦 对对对 我懂我懂 这个是一个通用的那个参考资讯 对对 就是5年以上它真的就能算闲钱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看我们的闲钱 就是你的你的户头里面真的超过5年 超过5年这个这个钱你是都没有动用的 这个可以算闲钱 对对对 所以这个钱可以拿来投资 对对对 这个是闲钱的定义好 那房贷升息了 所以最近是不是很多人都敢着要还房贷 还是怎样 关于还房贷这个议题 我还是要帮各位理清一个点 你如果是房贷30年 然后你是在前面的那个10年的话 你镜头这样看就是10 20 30 那你是前面10年 就是你还在 你现在还在前10年的还款 你如果现在拿100万去还 那我就等于是你还了总额的120万 就是连本单你可以还到120万左右 就是前10年至少是多20%的价值 对对对 因为如果说股市不好 那你真的不晓得怎么办 那你就 你就拿去还 对 这是前10年 前10年内 如果说只剩那个10年的话 它的贴线价值大概有12 13% 嗯 就是可以帮你节省 大概12 13%的利息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前1 3 环是最有利 然后甚至到1 2 的年期 也还OK 嗯 对大概也有15%左右 嗯 对因为我们如果是前5年的话 可以到快到25% 嗯 啊有些 有些人他是很幸运 带到40年房贷 我跟你讲 这样有40年 你前20年赶快多还一点 就是把房贷月角再压低一点点 虽然你的房贷压力可能没那么重 因为他如果是贷款1000万 月角大概是3万块 跟我们那个30年房贷 贷1000万月角3万6是有差6千后 对 其实就会有差 所以你自己在买房子的话 你也是这样做吗 就是前10年的房贷 你有就赶快还 我其中一间就是因为 傻傻的 不知道那个以前还不太会算公司的时候 傻傻的我把它降到一个月 剩3000块 你是说把房贷啊 但是意思就是你要还更多的意思啊 对我前面就是很努力还 然后结果把房贷弄到一个月 剩不到3000块 那为什么这样叫傻傻 你的意思说你还太多 就是不用还那么多的意思 可是我们刚刚不是在讲说 前10年有就赶快还吗 对 还是说你要看当时 你自己可以做其他哪些投资 来做一个总体的规划 对 还有根据你的那个投资属性 如果我是保守型的 那我可能就是有100的话 至少先拿50去把房贷先 把它还掉 因为还房贷有个特别的用 就是说你要跟银行说 我要降低月付金 而不是缩短还款年限 如果是缩短还款年限的话 那就是月付金都是相同 只是把你还款时间 从原本30年缩短到更短 哦 但是每个月就变高 没有变高 就维持原了 它会维持原了 那你怎么缩 那缩短还款的 原本你是30年房贷 你有可能还了一笔钱之后 它变成只剩要还29年 但是你月付金一样还是36000 我们1000万来讨论的话 你继续缴36000 但是它可能原本从30年变29年 对就是你还款年限会被提前 所以你说你那时候是怎么做 我是降低月付金 就是原本比如说 因为我那个房子也不大 我们是1万的房贷 然后降到后面剩3000 对 只是我可以把它降到只剩5000就好 规划是这样 就是我们不是会有现金鼓励 我一年只要6万就可以打拼它了 对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可以把钱拿去做 那个布局现金鼓励的部分 我还是会去挑那个 现金鼓励殖利率好的标的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买房 因为现在房贷升息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如果房贷升息股市又不好 那我到底我很害怕 我到底要怎么做 我是不是就是先拿去把这个房贷 有钱的话我就先把去 拿去还房贷 就不要想要进场 但是另外又有一些人 还是在等着进场 因为觉得说它已经跌到蛮低的 就跌到很惨了 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 刚刚的A大的建议是 如果你还在前10年 头10年你可以还多一点 对对 那意思就是过了10年之后 其实你可以考虑这个钱 还是拿去做别的投资 对对 不见得要先拿去还房贷 对对对 因为我要补充一点 因为我那个是20年房贷 所以 但有很多人是30年了 对因为我那是20年 我是大概就只有7年的时间 对对对 就是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就是我们前几年就有点努力 就有钱就轻 有钱就轻 对然后后来 学会算房贷公司的时候 裁判 我怎么那么笨 我只要用钱 应该不要轻那么多啦 对对对 意思就是不要轻那么多 但你知道有些人是都不轻 对 有些人是都不轻 就他有钱他也不轻 对 对那这个又是又不良 又是比较偏 他是比较属于偏积极型的做法 积极型投资人他就是把钱一直留着 hold住 把握手上握现金 然后等那个 就是低档期的时候他才进 有的人他的做法是 一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嗯对 好 那所以这个是 讲到房贷升息 那买房的房贷的部分 那但是一样嘛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想要买房的话 你还是得要有有 你还是要有足够的 投起 对 所以那还是回到 又回到投资这件事情上 那我们现在投资的话 你会觉得单比好还是分批净 在现在目前他在现在的话 如果你完全都没有经验的那一种 或者是经验比较少 但是手上有资金 你就分批净 一直以来不是都是这样建议吗 对啊因为 不管是不是现在 只要是你经验不足的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一直去看股票 你就是分批净嘛 对 你就是选好标的分批净 对啊就差别在手动跟那个 自动扣款啊 哦 对啊如果你是说 请向自动扣款 那也是不用看 你只要负责把钱存进去 然后等着让他扣款就好 嗯 对因为反而是单比就会你会 他就偏主动式投资 然后你就会去思考点位 那这个部分啊 我们就就像我们刚刚提的 那个十年限 这是一个点 再来就是去算那个EPS 我的几倍 算合理价或者是便宜价 对这样子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有钱 你其实就可以开始去 去分批投资 这个分批投资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就钱存在里面 让他每个月自己去扣 对 因为以目前的看起来是 你接下来就是 你就算可能短期 他可能再往下 可是他也不会亏到像 你说之前那样的点 跌下来对不对 好等一下回来我们再来看看 就是美股跟台股 今天办公室同乐会 我们请到理财专栏作家 大家要跟大家聊聊 对抗通膨 从零开始打造理财大楼 刚刚我们聊了房贷 聊了投资的方式 聊了你怎么去评估 自己手上的资产 那当然现在就要讲一下 你有做美股吗 有我有做美股 那美股的部分你是 买什么 你是在银行一般 还是你自己 我算有点保守 就是说因为 基于那个变现速度 这是要拿回钱的速度 所以我会配置一部分的美股 在永丰的付委托里面 因为永丰付委托算蛮方便 他可以定期订了 永丰要谢谢你今天一直帮我们打广告 没关系的 因为他真的就是比较便宜 就是因为每个人他在投资 有时候差那几百块 他可能就有差 就是他一个月只有100美金的扣打 那他就是有一个特别的点 就是你设定100美金 他就帮你买到100美金 然后SPY也可以买 甚至是VOO也可以买 如果你要跟巴菲特一起做 指数投资的话 就是VOO 他是买VOO 那VOO现在300多 那你100美金买的话 他就给你0.3XXXX 对 然后你三个月就会累积到 三四个月就可以累积一股 这是他特别的地方 那如果是我们透过那个 海外券商的部分 目前我知道是 都还是要以一股为单位 对那就会 在投资上你就是资金在 应该这样讲 你用的方式就是 你的本金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投资美股的方式 简单的讲就是这样 那美股跟台股常见的投资组合 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吗 美股跟 我们先谈美股 美股的话 如果你一开始都没有认识太多 那你就从VT开始 VT就是所谓的全球的股票 它里面大概有50%是 美国市场的股票 然后总共有大概9000多档 对然后再来就是比较常听见的 就是股债的组合 那债券的话就是买BNDW 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只有100美金 那我们就是从VT开始 那从VT开始它有一个算缺陷 就是说它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就是你不要指望说买了 马上就会赚的那一种 那有可能要经历一个低潮的 那个低点的循环 过后你就放着给它涨这样子 去感受一下那个投资亏损的焦率 对就是美股的组合上 就是你钱少的 我们就只买VT 甚至如果说你透过永丰富委托 那你买VOO 因为VOO它那个回测报酬率 大概有10% 但是是以10年起为单位 对 所以说美股的部分 你就有VT加BNDW的这种组合 然后还有一个是VTI VTI是只有全美市场 单就美国的市场 然后它会加一个非美国市场 叫VXUS 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那个BNDW 这样子 这是美股比较常见的组合 因为这也是书上 他们有去实验过的那个组合 这样子 然后再来 台股 台股的话 台股 我现在要声明 这个真的是我个人 去兜出来的 仅供参考 就是说 如果说你要买指数 那就是买005或006208 然后去搭那个组合电信 那组合电信的特性就是 它一个特性叫万年牛皮股 就是真的不太会涨 但你不太会跌 虽然这一波它跌了快20% 可是 你去想比其他的 它跌的算少 嗯 对 好 所以这个就是当然 呃 这个0050跟006208 006208是什么 一样也是追踪那个台湾50指数的 就是孪生双兄弟的概念 孪生兄弟的概念 6208吗 我怎么记得是692 692的话 它叫富邦智100 它是 算主题是基金 但是它的配置跟台股权重差没多少 对 它的分 那个个股的那个配置 如果你有点进去看它的成绩 个股分析的话 我自己 我老讲老实话 因为0050加那个中华电信是 就是给真的完全没有经验的人 完全没有经验的人 如果说你是想要现金鼓励多的 嗯 因为0050现金鼓励比较少 那如果要现金鼓励多一点 00692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就是富邦智100 然后它大概有4%5% 现在会多一点点 可能会有5%多 如果你现在进去买它 然后长期持有它的话 因为很多人它两三年前买的 可能现在是富的 你说692吗 对 如果你是18块钱 18块多买的 现在还是真的 嗯 对 只是因为它 这种ETF你要长期持有 然后 你可以买一点点00878 嗯 就是去配一些那个 继配型的那个现金鼓励 不用买很多 你大概买 买到150万 如果顶啦 到顶 就是个人资金到顶的话 就150万的00878 大概100张 嗯 就是100张的那个 00878 这样子 嗯 那其实在讲 当然就它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啦 那不过其实也可以听得出来 就它的这种配置 它的意思就是 你其实有一个指数协计基金 在搭配一个很稳的股票 就是它可能 它可能也不太会涨 但它也跌不到哪里去 对对 然后另外可能最后 再讲到的这个 这些是搭配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呃 这个怎么做一个投资组合 是你比较 你比较适合你的 因为这还是跟你自己的 呃 对于这个股票市场的 有有兴趣度啦 我怎么讲 就是如果你对这个股票上很有兴趣 你每天都在研究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买个股比较有趣 对 那你的承受度也比较高 然后你也可以常常去做更换的话 那你可以去买个股 但如果说 呃你可能是 呃一般这个上班族 你只是想要存钱 然后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 嗯 那其实呃一直以来 我们听到很多专家 不只有Ada 很多很多 Ada是自己一个人 小资组慢慢做起来 嗯 那还有很多的老师们 其实他们也都是建议大家 你买这种直输型基金 对 然后呢 呃投资台股 或是投资这个台湾的台积电 投资电子股 这些以这些高科技为主的 呃那那也许你就是 你你会比较比较不那么紧张啦 是跟个股相比 那所以呃当然Ada的 Ada的书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Ada的理财经率哦 那呃是真的是写给呃 写给小资组看的 新手对新手看的 那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也可以在Ada的脸书粉丝团 来长期关注Ada 是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Ada 来跟我们分享 最近可能如果你手上呃 有不管是有股票 或是有资金 你想要怎么操作 可以有的一些建议 谢谢Ada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